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怎麼樣 第一個這個跟上個禮拜其實還蠻像的 輸出瓜糊中自串這個 我前面的敘述是先輸出到儲存格 把那個公式放進來 然後再把全部滿足全部都做完 所以你大概可以分兩個步驟 不過將來如果你寫熟了之後 其實直接寫兩個步驟 其實二合唯一就可以 我們就第一個 一這個程式怎麼寫 一一樣到Visual就不用聚集了 Visual Basic 二的話請你把程式寫在模組裡面 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把它寫在這個聚集的下方 或者你另外再產生一個模組 另外寫OK 我是建議是分開好了 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如果你本來像這個 我好像這邊已經有 我看這個已經有了 這邊有空 這個是已經寫好了 那我把它移掉好了 Delete掉 OK 然後我寫在這裡 因為這邊已經有一個Module 2了 裡面是沒有東西 所以我的聚集是在這裡 Module 3 那要加的話很簡單 就把這個移掉 按右鍵插入 按右鍵插入模組就OK了 所以你什麼動作都可以忘記 但這個動作絕對不能忘 因為你不是忘記 像我發現同學很常忘記要寫在模組裡 所以我遇過同學寫在哪裡 他就隨便看到這邊點兩下 這邊可以寫白的嘛 可是我跟各位講 盡量不要寫在這裡 不然將來會有些問題 盡量寫在模組裡面 那怎麼樣插入模組呢 按右鍵插入模組就可以了 那名稱要不要改 看你啦 我習慣是把Module後面加個VBA好了 這個是ForVBA用的 OK 這邊會出現什麼 Module VBA 有沒有看到 名稱 那修改的方法 下面這邊有一個屬性 這邊可以讓你修改 改完之後呢 上面會跟著改 那我們要寫三個按鈕嘛 所以按鈕怎麼寫 第一個當然你就是寫一個SUB 所以上面打一個SUB 然後名稱的話呢 就是這個叫什麼 瓜糊自算底線公式 所以我就是在這邊 把這一串名稱打上去 然後Underline嘛 然後公式好了 OK打完之後按Enter就可以了 這樣它後面就會自己加UnderSub 瓜糊跟UnderSub 好那接下來我習慣 反正把它縮小 一來一去啦 因為這樣好處就是我看 這個儲存格怎麼呼叫它 很簡單 先按個TAB啦 先縮排 這個儲存格反正一定是Sale 有沒有 記得啊 C L L 加S 刮符的話哪一列 這應該是第二列 哪一欄逗點應該是B欄 所以你就輸入一個B 然後後刮符等於什麼 那個公式 那個公式現在沒有 那怎麼辦 摳過來就好了 這邊有 拿這個來摳 那記得啦 我前面講過 複製的時候 如果裡面有那個 雙引號的話 那你把它變兩個再貼過去 那我用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就是利用那個 記事本 Windows裡面的 記事本 你可以用Word的 用其他編輯器都OK 取代功能應該是 最不容易發生錯誤的 一個變兩個 然後全部取代 取代完之後 把它再複製 貼到那個雙引號裡面 這樣子的話 就完成第一個動作了 你複製完公式 記得要取消 然後把它貼到這個公式的 雙引號裡面 這個時候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完成第一步了 不過目前 你執行 當然你現在如果執行的話 它應該沒有任何的動作 為什麼 因為其實 這個裡面是空的 但實際上它已經有丟過來了 只是因為它這邊 本來就沒有瓜糊 所以也不會有任何的結果 那如果你要看到結果 應該是要第三 所以你可能要把它複製 然後這邊改3 3 有沒有 改完之後就Word 不過我們乾脆直接把回圈寫出來 如果我希望呢 讓它從第二列到第十列 全部執行那個動作的話 那一樣我就在這邊打一個for 這可能要記喔 for i i i是哪一列 等於 這邊的話呢 等於第二列 我這邊lumberlock跑掉了 第二列到 第幾列呢 第十列 有沒有 然後在這個尾巴的地方 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NAS 記得喔 也就是說呢 for NAS是包在儲存格 這個敘述的裡面 NAS OK 一般習慣會把這個sale再縮排一下 讓它 這樣就知道說 它是在這個回圈裡面被執行 那一樣把這個i怎麼樣 列改成i就可以了 然後後面的話呢 再來就關鍵了 這邊有一個2 A2 A2有沒有 總共有四個 那就要把這個2改成i 然後也是上禮拜最重要的 就是把它切開來 然後串一個i在裡面 那怎麼 那你如果實在是 你就記口訣 就是先選列號 然後算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把and前後呢 加上空白 OK 那理論上 那後面還有 總共有三個 那當然你如果要重複做 OK啦 不過有一招 我自己是比較偷懶的做法 是 雙引號到雙引號 其實就是把它取代2的位置 所以甚至如果你想要用記事本取代 其實也沒有不行 也是可以 但另外一個方法就是你可以複製貼 貼的話記得貼到2的位置 不要貼太多也不要貼太少 反正就是把雙引號到雙引號貼到2的位置 OK 這邊也是一樣 但是它有一點可能要非常的細心 因為貼錯的話 那這一行程式就會出錯 而且呢 跟各位講 貼錯之後 也很難看出來到底哪裡錯 所以有時候反而同學出錯 我說你要不要重做一遍比較快 因為有時候光看哪裡出錯 我還真的是很累人 OK 好了之後的話 這個應該OK了 OK之後把它Run Run的話很簡單 游標放在這個Sub跟EndSub中間 按下上面的執行 如果你得到這樣的結果 那恭喜你 表示你寫完了 OK 至於細節部分跟上個禮拜應該是雷同 所以一 這個瓜爐自串 底線公式完工 第二的話 請你把Sub到EndSub複製 再貼到底下 為什麼 因為我要清除 清除其實跟上面這個公式 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哪個地方呢 就是那個Sales的後面 我先把名稱改一下 貼上 把它改一下 然後呢 這個後面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兩個雙以後就OK了 也就是這個 這一長串 把它換成兩個 兩個雙以後 OK 就是清除 這樣來Run它的話 應該就OK了 有沒有 一個 兩個 這樣OK 好 所以喔 因為 跟上個星期蠻多雷同的啦 所以我會講得比較跨一些些 但是原理原則都一樣 那 這一些 步驟原理原則 我是建議各位可以多做 因為你其實說真的 多做幾個事情大概就熟了 以後 就有點像直覺的動作 以後 你希望把一串的公式 讓它變成按鈕 按下去自動walk的話 除了用錄製聚集之外 其實也可以自己寫 那兩者最大的差別 當然你自己寫的話 將來是可以做調配的 你可以再針對那個程式去做修改 但是錄製的話呢 變成 它就有點比較固 所以這個怎麼去取捨 可能還是有個彈性在的 好 那最後再來按鈕 我們現在如果把它加上去的話 它就會出來了 但是最後還有一個 瓜糊自串 這個也是今天最難的 OK 那上個禮拜的那個 手機是本來是Tex 函數 然後我把它 因為要在VBA裡面執行 所以喔 必須把Tex那個函數 轉成Format函數 欸 但是 以這一題來看喔 其實也是類似的 如果你要做出 在VBA裡面執行完 把結果丟出來的話 那你可能要去思考說 欸 在Excel裡面用到Find函數 那可是如果我現在是要改成 在VBA裡面執行完 再突出結果的話 那我勢必喔 需要去找到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不是Excel用的 是VBA用的喔 欸 所以喔 在VBA裡面的函數喔 要用哪一個可以取代Find 可以尋找函數了 OK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 Excel跟VBA不是在同一個軟體裡面嗎 它為什麼不統一 沒辦法 它分開了 所以特別注意啦 以Excel的函數歸以Excel函數 VBA的函數歸一 兩邊其實不相通 那沒辦法 這個就是一個規則啦 你說這個 那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解 當然有啦 可是 目前現況來看 我們如果要做到 這個刮弧自串的這個動作喔 那你要思考說 欸 Find有什麼可以把它變成VBA裡面的函數 那MID一樣 不過跟各位講 MID剛好VBA也叫MID 所以這個不用動 那IFL的話呢 有沒有辦法在VBA裡面做一個修改 啊 IFL其實是邏輯啦 所以在VBA裡面其實你可以用 那個邏輯判斷的方式喔 可以取代IFL 那至於要怎麼改寫喔 欸 我們等一下再看 所以請各位先試著完成喔 剛剛這個 這個是自己寫的喔 所以重點一 插入一個模組 寫出這兩段 那寫的方法跟上個禮拜一樣 反正就先寫一個儲存格 丟公式 然後取代兩個 再寫一個回圈 把這個I放到CELS的列的位置 OK 然後清楚的話 實際上上面複製下來 就完成喔 待會再來看那個 今天的最難的部分 如何做一個轉換 當然如果你會的同學喔 可以自己試寫看看 如果寫得出來算厲害 寫不出來 沒關係 待會我會細部講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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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